請問今天要說什麼歷史呢? 第一次布尼戰爭 在馬其頓方陣 運用的那 運用自如的時候呢 大家也開始想 破解馬其頓方陣的方法 波斯人要用戰車 配備長刀 給士兵配備更長的矛 卻被亞歷山大用迂迴戰術打敗了 後來馬其頓 馬其頓軍又攻入印度 只可惜攻擊印度還不到一半 亞歷山大他們的軍隊就已經生染重擊 只好撤回馬其頓 隔年亞歷山大32歲 亞歷山大這死到現在還是一個謎團 有人說是因為那 是因為他在印度 已經生染重擊 可是 他那一年 攻擊印度那一年是 那個病的潛伏期 也有人說 他在他生日的時候 一直蒙灌酒 隔天就發燒生病 十天之後就掛了 但是我們呢 我們要怎麼說呢 其實亞歷山大的死還是一個謎團 總之我們所知道的是 亞歷山大是享年33歲 亞歷山大掛了之後 馬其頓帝國 可就 完全的 分崩離析了 馬其頓帝國 由東而西分成 印度 波斯 馬其頓 還有 埃及 這幾個國家 亞歷山大 亞歷山大 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 馬其頓帝國 終於分崩離析 但是 馬其頓還是 在地中海地區 勢力最強大的國家 可是 在 意大利半島 有一個國家 正開始崛起 這個國家就是羅馬 羅馬一開始也是用馬其頓方陣 結果 攻擊高盧的時候呢 高盧 雖然說 不太團結 可是呢 他們知道 一個辦法 肉搏戰 肉搏戰就可以把馬其頓方陣 給那個掉 於是呢 高盧人也 高盧人就在那平地啊 直接衝到那樣馬其頓方陣之前 因為羅馬軍團沒有太在意 馬其頓方陣的訓練 所以 一下子就被高盧人給打敗了 嗯 這個羅馬人呢 就想 就把這個馬其頓方陣 改良了一下 而別人呢 也有來 訓練一下馬其頓方陣的這個 破解法 用弓箭和標槍 射擊馬其頓方陣的人 這樣子馬其頓方陣 的防守力就消失 攻擊力也掛鈴 所以呢 大家 就不太喜歡用馬其頓方陣了 現在的焦點 放在地中海 中央的西西里島 西西里 意大利的踏 意大利的踏 意大利進攻非洲的踏板 就是西西里 攻擊西西里 就是那 羅馬人的這個 方陣 序拉古城呢 陷入內亂 墨西拿 已經被那 外國傭兵佔領 歇羅二世 氣不過 他直接啊 請那 所有的軍隊 去攻擊墨西拿 叛軍沒有辦法 照向羅馬和加太基 這兩個大國 去求救 加太基海軍強 羅馬人陸軍一級棒 他們各有千秋 到底是誰比較強呢 羅馬人 率領他們的 特種部隊 直接登船 直接登船呢 去攻擊西西里的叛軍 佔領了墨西拿和西西里島 這時候加太基還在 邊躺著 邊吃麵條 邊滑船 要慢慢去西西里的墨西拿 這時候呢 羅馬人的這個統帥 雷古盧斯 打了一通手機 給那加太基的統帥 他就說 噢 對不起啊 西西里已經被我們羅馬給佔領了 那你們來晚囉 待會要不要來吃我們的慶功宴啊 我們的義大利菜可是很好吃的喔 加太基人呢 一聽到羅馬人攻下西西里的消息 加太基降臨立刻 衝向那西西里 結果已經發現 西西里全軍已經被羅馬給佔領了 沒有辦法 加太基空手而回 加太基大王氣炸了 他就叫加太基的大將雷古盧斯 去接替這個將領 至於這個將領呢 就去人道毀滅之後呢 就被所有的士兵給打死了 不但如此 加太基人呢 還四處去挖繳這些陸軍將領 那羅馬人呢 羅馬人知道 他們的水軍真的是 嫩咖啊 所以呢 他們一直要打造他們的戰船 雷古盧斯 還有 三普 還有這個 加太基的大將 桑西普斯 到底誰會贏呢 桑西普斯運用他的經驗 還有加太基的優勢 所以一下子 就把羅馬戰艦打敗了 打得一敗塗地啊 羅馬人到底要怎麼攻擊加太基人呢 請見下台分享 我们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有關 有關 這是 我們看一下